所有iPhone5的民眾不曉得你有沒有發生過類似這樣子的事情呢 跟王小姐一樣 因為呢 她這個蘋果公司啊 這次把這個iPhone5的這個傳輸線全部改版了 原本呢 應該是全球都可以通用的USB 但是她回家之後卻發現 怎麼會卡在筆電上拔不出來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幫你解答 完全沒有辦法拔下來 然後我就很擔心是不是我自己插錯了 然後我很用力拔 甚至拔到後來騎水泡都拔不下來 王小姐覺得好誇張 新買的iPhone5 USB傳輸線竟然拔不出來 筆電還能被吊起來 沒想到代理商的回應令人傻眼 她就說 我們沒有辦法幫你反映給總公司 我們也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然後我就問說 那到底可以怎麼樣 她就說不然你等到星期一的時候再自己打電話去 王小姐氣的是 明明是新款傳輸線 卡損變凹陷式才會一插就卡住 店員卻否認是自家產品問題 第一次都會把他拔 不然應該是原料很壞 其實不只王小姐也有其他台灣 甚至香港網友碰到同樣情況 投文抱怨 不過3C達人有妙方 你可以用一般膠帶啊 把這個孔黏起來就好了 那你這樣插上去的時候 就不會很難拔 避免這個會濃化 所以還是不要長期插在上面 比較好 達人定名 貼膠帶只是治標不治本 而蘋果美國總公司可能已經注意到此問題 近期製作的傳輸線已經改回舊款 非凹陷式 代理商公關也表示 只要一年保固期內 願意接受消費者免費換貨 中日新聞 王中漢 如意台北長網報導 對 到位置 對 到位置